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大家好,我是七掌柜 这次要带大家来到南投吉吉的武昌宫 武昌宫主是神尊为玄天上帝 民间也又称地牙宫、雄帝宫 是当地百姓的信仰中心 从谢庙以来历经了多次的扩增 终于在1999年完成了教具规模的庙宇建筑 但是却也在同年遇上台湾百年罕见的大地震 也就是瑞士规模7.3级的921大地震 原本宏伟的庙宇建筑 就也变成了现在大家镜头前看到的断圆层壁 而由于其一制具有防灾警惕的教育意义 所以最终也决定保留其遗迹建筑 也让每个到过武昌宫参拜的信众 都能够深深了解到大自然天灾威力 是多么的令人震撼 以及防灾的重要性 虽然看到原先整座庙宇都已坍塌倾倒 连庙门入口都也被震毁了 但神奇的是 当初在庙中的三尊玄天上帝今生 却是安然无恙 也让我们见识到了神威显现 在旧庙坍塌后 当地百姓也又再赶快为玄天上帝募款 筹建新庙 虽然听说中间也曾经遇到过经费不足的苦恼难题 但是玄天上帝又再次显现神威 总是在最后一刻让建庙基金能够顺利运作 也终于在2013年竣工落成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新庙区 武昌宫的玄天上帝 根源于湖北武当山的南岩宫 武当山是中华道教的四大名山之一 疆传玄天上帝也于此得道 并受封同龄北宫玄武 亦为道教中的北方之神 而这段根源来由在宫前的灵归背上的石碑也可有记录 既然是道教神庙 当然也少不了看到道教的四大灵兽 有朱雀、白虎、青蓉跟玄武 与武昌宫前镇守看护 武昌宫的建筑挑高、庄严宏尾 进到庙里就先看到两边大大的字 武昌宫的建筑挑高、庄严宏尾 写的龙盘、虎具 马上就能感受到玄天上帝战神的封号威严 而玄天上帝在道教神阁里 具有强烈的降妖伏魔、正气凛然的化身 也因此,长汉观圣帝君以及中奎帝君 合称伏魔三帝君 武昌宫还有另外一个神威 就是里面供奉的玄天上帝精神 他的胡子还在持续的变长中哦 越长越长 我们可以看到黄色的板子 上面的数字代表的就是年份 可以看到每隔几年 玄天上帝的胡子就越长越长 一直延伸下来 这也变成每个到武昌宫参拜的信众游客 都一定要来拍照见证的神迹 如果说我们下次还有机会再来的时候 就再拍一次影片记录起来 看看玄天上帝的胡子又长了多长哦 而武昌宫玄天上帝的派是有祭公禅师 天上圣母、祖师公 再过来也有供奉太乙真人 我们再走过来这边也有看到了 丁母娘娘、观世音菩萨 还有福德正成的配饰 在武昌宫里面 让七掌柜感受到庄严、正气、慈祥的感觉 以及搭配南投集集外面的好山好水好空气 真的让人感觉很舒服哦 在武昌宫的两旁 另外还设有太岁殿、文昌殿、光明殿、财神殿等等 也都有其供奉神尊来让所有信众祈福参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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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从太岁殿、光明殿、这边的走道走出去 就会通到被震倒的旧庙遗址了 看完武昌宫后 七掌柜带大家来到对面美美的热门打卡区 这里是浙江泰顺狼桥 那为什么叫做浙江泰顺狼桥 是因为在浙江泰顺地区 是中国目前保有明清时期古狼桥最多的地方 这种狼桥最大的特色 就是全部以木拱为主 桥生以损帽结构搭建 全程不使用任何一根钉子 这样的特殊工法 听说已被列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哦 浙江泰顺狼桥的特色 除了基本过期渡川的交通功能外 整体的边墓屋檐 也可以提供遮风挡雨 工人休息 聚会交流 商贸交易等等的场所运用 而在南投吉吉武昌宫对面的这座狼桥 上面则还有一尊乡名传闻的隐藏版月朗庙 在今天影片的最后 就带大家一起来去参观看看 并且欣赏这座古狼桥之美吧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哦 如果大家喜欢长辈拜拜够的内容 也欢迎多用行动支持我们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有大家的支持 我们会更有行动力 带大家次出拜拜够哦 我们下期见 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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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